我们现在要来去看这个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 所以画面就用一下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重点都是要去讲 就是视觉化分析这件事 首先我们先去看 单一年的一个人数 人数在各年龄别之间的一个情形 例如说我们就先看2020年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用 插入数秒分析表确定 我们来看2020年 这个活跃部查询就先暂时关掉了 所以在2020年各这一年的一个年龄的分布 所以年龄是我的例 就是从零岁一直放到一百岁 然后人口数 我是依照什么 性别 性别来去划分 所以先做出这样很基本的一张表 然后书没有分析 确定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所有等于是说20多年来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全部的资料都放在一起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不可以这样子呈现 我们例如说我们先看的是2020年 这一年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 因为我们年是不是只有在这边民国年 所以请在这边请做直选 选满一年 就是109年确定 可以吗 就是我的意思说这是第一张图 我们一定是先看今年 对吧 然后你才会想要去比比看说 那前面一年怎么样 所以请你一定要先会做出这第一张图 就是2020年 的人口统计 可以吗 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